中美的博弈 科技是最前沿 但是呢 華為不但沒有被你打倒 還呢 不斷的突圍 又有很多的新手機 你知道嗎 謝霆峰啊 說要為華為MATX5手機呢 要有動作為電影 風行任務 你看他的那個海報 長這個樣子也是帥氣 然後可以看到出來呢 這個是呢 預熱的海報 要宣布華為MATX5呢 要跟謝霆峰的為電影 要來上映了 好 那再來回到怎麼樣呢 中國大陸這個華為手機 我想問一下亮哥 我剛才在節目過程當中看說 亮哥 你一直用你的這個華為新手機 你在看什麼啊 不是 我在學習啊 學什麼 我在學習它的功能 然後也熟悉 我主要是用手機來看大陸的網站 因為我現在也看很多大陸的訊息 是 那因為這支手機 比我原來這支高級很多 我原來這是小米 我這個是iPhone11 iPhone11 你這個看起來怎麼樣 跟iPhone11相比 差太遠了 第一個螢幕大啦 第二個就是非常清楚 那這個看起來就覺得 爽度 而且它的照片 尤其是 照片那個清晰的程度 難以想像 是喔 那因為我 我會 我常常會做截圖嘛 那就放在我那個Line裡面嘛 對 我在備料要準備做我自己的PVT 對不對 那那個截圖下來 用這支看就非常清楚 就爽度爆表就對了 我就簡單講就是它的 它那個 清晰度 清晰度 對 解析度比我這支高非常多 喔 那你之前跟我們預告說 還有 尤其還有看影片 看影片當然就是清楚啊 而且這個螢幕比較大 所以現在愛不釋手 我看你節目都一直用那支手機在看 沒有 因為這個字比較大啊 我們比較好看啊 對不對 OK 而且呢我剛才問亮哥 亮哥說他明年要去中午大陸辦事情 什麼時候要去 沒有啦 就選後啦 因為 台灣選舉就是有點糾纏嘛 那人家會給你隨便扣帽子幹嘛 事實上那個 當初我們到頭條 那我那個台灣那個朋友 因為他跟頭條很熟 他就說 那個大陸有很多做直播的一些比較大的公司啦 我們可以去拜訪一下這樣 所以你明年去中國大陸不只要辦信卡 還要去看一些很多大陸的企業公司 沒有 頭條是一個嘛 還有很多家啦 還有很多家的 事實上這些 這些都是相關的 而且你只要做這個領域 應該都會認識啦 是是 明年這麼大 欸 我很少看到亮哥休假喔 那明年的時候你要去要休個幾天喔 我以前常常跑來跑去啊 中國大陸我去過很多次 你不要太常去啊 我們節目需要你 好 我們說到這個華為的手機喔 那個怎麼樣呢 華為現在又有更新的消息喔 華為無線網絡產品的總裁呢 曹敏就說他們要推去5GA 就是5.5G這系列的產品 這個網絡能力提升10倍的速度 加速人家物行業車五大連接的升級 我想問一下這個 這個出來了嗎 沒有 他說他們要公布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5.5G 我知道啦 可是 他最近又再講一次 然後明年要推產品 對 可是這個是手機嗎 他沒有講那麼細 不一定喔 不是 不見得是手機 不一定是手機 沒有啦 華為現在已經是 各種產品都有嘛 物聯 那如果是物聯的速度 那也可以展現 因為它本質當時是通訊嘛 對 對 所以也會展現在自動車啊 還有智慧屏啊 這些方面 穿戴式裝置 對 對 對 就是所以不一定是手機啦 是 是 是 我覺得這個只是 它要朝那個所謂5.5G賣進 先講 的一個過程啦 所以就會有這個產品要做一些嘗試 那樣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對 那其實華為它的晶片 它的芯片的突圍呢 其實今天台灣聯合報一個重磅消息 它講什麼呢 它說華為9月開賣的新的旗艦的機型 Mate 60 Pro 它的裡面的芯片呢 由中芯國際採用7奈米製程 就是麒麟9000S嘛 然後呢 幫助華為跟九星 中芯達成這個創局的是 荷蘭的廠商ASMO 然後呢 它為什麼有這樣說法 它說得到獨家消息 近兩年啊 可以看到呢 華為狂掃DUV 雖然呢 ASMO沒有透露它實際的買主 但是呢 這些機台 最終是流到了華為手中 估計數量來到了120台 數量超過了台積電 華為曾經呢 也被說什麼呢 有塔山計畫 那儘管呢 這個計畫呢 華為自己說沒有沒有 但是呢 會不會這個Mate 60 Pro 就是塔山計畫 確實存在嗎 我想我想亮哥 你怎麼看 這個傳出來ASMO來幫了這個華為 沒有 阿斯麥爾是要做晶片嘛 華為是要投產晶片 沒有錯 可是 相當的機密啦 就沒有人知道它做的量有多大 阿斯麥爾其實中國大陸主要買家 應該還是中芯國際啦 那 可是因為華為目前給人家感覺 在東莞 好像有在投資這個晶圓廠 可是 照片並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也只能夠瞎猜啦 是 是 是 而且美國的那個SAMI 就是半導體協會 就是這樣認定 而且它認為中國大陸政府 因為它比較信得過華為嘛 因為過去你說什麼紫光啦 什麼武漢芯片啊 不是坑了很多錢嘛 對不對 沒有達到 所以它就是認為這個 主持的人是很重要的啦 比如說中芯國際 人家梁夢松就是 規規矩矩在做事 紮紮實實在做 那華為當然也是啊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到底會給華為 協作給它多少 這個半導體基金啊 這個美國是把它講得非常大啦 美國講到了120億美元 是 是 這相當大 對 那可是我確定華為自己會做晶片 OK 因為它認為有一些東西 它有掌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它會有去收阿斯麥爾 並不意外 不意外 那現在就是在最強的 對 那其實呢 華為這個9000S的熱產量 現在說什麼 來到了4500萬片 然後呢其實華為在2024年手機的出貨目標 哇提高了說能夠來到6000到7000萬部 那這又是重要的 這還是很保守啦 這是保守喔 拜託 我們說過它很 那今年大概就會到4000萬了吧 對 那明年 它6000到7000算什麼 它曾經是2.4億 那個時候就被美國制裁了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 因為它基本上 現在是多線在製造各種產品 不只是手機 我的感覺喔 這個已經逐漸是屬於它的品牌部門 手機是品牌的一種嘛 那它不會把自己定位為手機廠 它這個叫做消費者的終端市場 那終端市場它就做手機嘛 智慧屏嘛 手錶嘛 那筆電嘛 那可能未來還會有一些 就是我們所講的那個 智慧型的家居的裝置啦 等等啦 可是這些總的講是品牌 對 就它可能會出高規的產品 高規 然後建立品牌之後 它就可以有比較高的利潤 那可是我認為很多領域 是屬於基建的部分 所以美國會怕華為是因為基建 因為基建 就會從通訊5G到5.5G 然後直接進入人工智能嘛 所以亮哥你才會說 為什麼華為誕生在中國大陸 美國靜呆了 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坦白說啦 如果不是華為 那中國在跟那個 未來科技的那個銜接上 很多都不是自己做的嘛 你都是進口的嘛 那你過去比如說傳統工業 你有一些東西累積的經驗 那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那個美國人並不覺得稀奇啊 比如說中鐵建 你高鐵做到世界第一嘛 那美國人會覺得說 那你就去做嘛 他不會干涉你啦 那比如說造船 你現在也超過韓國 超過韓國第一名的 這個美國也不會干涉你啦 三一重工 那個我們說那個龍門跳 那個美國也不會干涉你 可是你華為 從通訊一下貫穿到5G 5.5G 又要進入人工智能 這個美國人看了就 嚇呆了 嚇呆了 因為這個東西會 影響到未來整個軍事 我覺得就是整個軍事的布局 對 還有包括通信 然後包括人工智能 包括物聯網 萬物可憐的時代 那華為等於就是在鋪墊 一個未來世界的那個根技術 對 重點是根技術 這個美國當然有意見 所以美國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把你的錢袋子砍掉 就是手機 不然坦白講 對華為來講那個手機 不是它的主力產品 它本來也不是要做這個 我說實在 而是說我技術已經到了 因為它的工程是很認真 反正我就是都做得出來 鴻蒙人家也做出來了對不對 高斯大數據人家也做出來了 那還有各式各樣的伺服器的系統 人家都做出來了 是 所以他就覺得我手機也做得出來 那因為手機利潤高 那對於他來講 財務就是一個大補完 對 可是對他來講 這個不是他主要要做的 對 他要做的事實上是一個平台 然後他是要做一個數據跟人工智能 就我們講那個妄物可憐的 那個平台體系的 對 所以亮哥才會說 這是一個未來科技的跟 華為這個誕生了 所以美國非常擔心 那中國大陸這些很多手機 就是江山是自己打出來的 有這個實力跟底氣 所以試料公司Counterpoint就說 蘋果這個新款手機iPhone15 在中國大陸的銷售量 遠低於前代i14的產品 下降4.5% 然後華爾街的投行 傑富瑞他也說 i15在華銷售量比前一代下降 可能達到兩位數 然後蘋果整體銷售量 在中國大陸市場 可能早就超過了Apple了 然後另外來看到 其實華為早就盛傳 明年出貨量上調到6000到7000萬部 然後摩根士丹利也報告說 蘋果目標股價從215美元 下調到210美元 另外還包括什麼 他還說本季的iPhone收售量 會下調大概8% 但是華為不一樣 中國股市市場 華為看電股飆升 相關合作企業增了340億美元 包括什麼呢 像是華為自己漲了 中芯國際也漲了 然後另外美國真的現在 庫克他也很緊張說 我都賣不動了 所以庫克還訪成都 想要催買氣 然後他到了王者榮耀誕生 他就說王者榮耀 這個手機誕生在成都 非常感謝天美工作室 還說今晚熱度會爆棚 你看他PO了照片 說他用i15去拍成都的橋 然後還去王者榮耀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是極力想要拉回 中國大陸市場 有效嗎 我覺得太晚了 他這支手機 他看他iPhone16吧 iPhone15 我覺得已經敗局已定 成品已經出來了 看明年他的iPhone16吧 可是i15都這樣的 大家會對i16有信心嗎 就他能不能跳極的感覺 因為你實在是沒有什麼升級感 讓人家就 我就iPhone14就好了 我幹嘛換 我等iPhone16啊 對 所以他這個 我覺得產品已經 本身就這樣 可是在這一次的 所謂的華為華麗復出 跟蘋果對戰這個 你光看時機點 你就會覺得華為這次的 整個行銷策略 如此之高明 一個公司有研發能力 有創新能力 有製造能力 還有行銷能力 對 那你說這公司 蘋果有行銷嗎 最後把他的這個 這個老闆搞到 太古裡去走一趟有用嗎 沒有用了 沒有用嘛 可是你看看 中國大陸這次華為 這次的整個行銷 在時間點上 第一個 夢多在中國的時候 就開始開始做 都是時間點 都有梗 接下來華為怎麼樣 孟晚中回來兩週年 對 每一個都出來 然後光這個時間點 最後還有什麼 在這個舉行 在這個 在這個 是阿拉伯嗎 在杜拜舉行這個 國際會議的時候 在發表一系列 對 每一個發表 都是有節奏 都是預先 環環相扣 另外 華為這次走出一點 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說產品區隔 對 Segmentation Differentiation 你知道這是什麼 就我一樣的手機 我還有什麼 我還有更高級的 更高階的 所以它基本上就變成 它顧及的中端 中高端 高端 最高端 這種客戶群 它都給你一個相對應 讓你感覺到 你所需要 滿足你需要的 這種產品 對 那另外一個 華為產品有未來性 未來性是什麼 就是說 第一個 衛星電話是一個未來性 第二個 萬物互聯 對 那麼你這個華為手機 將來跟你的什麼 跟你的華為的 這個平板 穿戴製的 跟華為的這個電動車 甚至還有什麼呢 跟你未來在華為雲上面 你相關的專業的 這些資料庫 怎麼樣對接 全部都有 請問一下 蘋果有這樣未來性嗎 有這種未來的這種 帶給你更多一台手機 變成更多用途的 這樣的功能設計嗎 沒有啊 蘋果還是就照它手機啊 華為已經在照電動車的 萬物互聯了 萬物互聯 華為在搞華為雲啊 對不對 一切 所有的知識行業 都可以什麼 模組化 對 對不對 你一支手機 你只是一個什麼 你就是一個載台而已啊 可是它的功能 華為公司把你擴大到了10倍 你今天蘋果的手機 還留在原始 它就是一個載台而已 對啊 所以就是說在應用性上來 我覺得華為已經搞 跑到根本 蘋果是追不上的那個距離了 那你載iPhone16出來 也沒有用 對 我覺得就變成說 將來大家對手機的想像 跟它的用途之廣泛 華為正在 遙遙領先 對 那美國也好 今天三星也好 根本就沒有辦法趕得上 對 說到中國大陸 這個科研能力是非常強 但是美國極力想要打壓中國大陸 譬如說之前的華為 到現在 這個晶片還要加大力道來打壓 我們來看到是說 路透社跟彭博社報導說 美國政府估計要在公佈 新的出口的禁令 防許美國晶片製造商 鑽漏洞嗎 向中國大陸出售產品 講的就是 像是AI的晶片等等的 中國大陸商務部說 美國你是不斷濫用出口管制 中國大陸堅決反對 會希望你盡快取消對華的 這些相關出口管制的禁令 但是這會影響什麼呢 影響NVIDIA 因為NVIDIA他就沒有辦法推出 A800或H800這個特工晶片 然後他就會怎麼樣呢 會受到很大的利潤的影響 然後他有特別提到說 美國你擴大這個擴大 禁止AI晶片出口到大陸 真的可能要被迫 美國簽出某些國家 對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說 黃仁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對不對 他說這個失去中國大陸市場的話 那麼事實上的話 這個對他這個產業 本身的打擊是很大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看這一次 709000S晶片出來以後 他最大的 我認為他最大的意義 除了製造以外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設計 設計是什麼呢 就是說EDA 你要有美國的晶片設計的軟體 套裝軟體 美國是斷供的 美國最早是斷華為的 對啊 這個就是斷這個 這個晶片設計的 美國的套裝軟體 因為他是透過 透過雲給的 他一切斷你是完全拿不到 等於零啊 對 可是呢 這一次我覺得 Tag 這個時候 709000S 709000S 加拿大那個 Tag Insights Tag Insights 第一個就查一個問題說 這個是舊晶片 還是新設計的晶片 它最後結論是新設計的 那新設計的話就是 表示說我沒有EDA 我照樣可以設計新晶片 這個能力 事實上跟 有能力來製造7奈米 5奈米的 是可能更重要 你今天NVIDIA給的這種 所謂H H800跟A800 A800 這種特供晶片 它重點在哪裡 它重點它的設計 這種是這種 所謂的圖像 這個Graphic 這個 這種 控制系統 中心系統 那這個東西 如果今天華為展 已經掌握了設計的能力的話 那自己設計 自己製造 AI不太需要 AI的晶片 沒有必要做得太小 3奈米5奈米幹嘛 對不對 它沒有必要 那你用5奈米的 7奈米 你做出 你只要設計得出來的話 那一樣嘛 不要等1566天 搞不好1000天就出來了 所以這會宣告什麼 這會宣告美國整個晶片的領先 全盤垮台 NVIDIA事實上的話 它就是一個在這種所謂的 GPU裡面的領先者 對不對 在AI裡面 它是一個領先者 它是什麼 它就是設計而已 它的製造完全是台積電 完全是台積電 所以它就是設計 對啊 那設計需要什麼 EDA嘛 那EDA現在華為 對不對 已經突破了 那以華為的這個科研能力 研發能力的話 你認為美國擋得住嗎 對 那最後是怎麼樣 最後到最後害了是誰 就是說把NVIDIA變成另外一個 美光 少掉3000到5000萬片的晶片的市場 對 其實美光現在也很慘了 因為常常存儲都可以自己造了 為什麼要用你美光 美光常常還呢 說中國大陸不是 所以中國大陸才會出手嘛 你可以看到NVIDIA 你看連這個特工晶片都不能給中國大陸的話 其實你真的這個市場反應非常激烈 比如說像Intel AMD 這些也會受限 也會影響到應用材料 柯林跟柯磊這些產品 所以輝達一度股票重挫7.8 Intel跟AMD下跌大概2點多左右 然後其實不只是這些廠商會受到影響 ASMO他也說 你這個叫我這些很多光刻機不能賣 中長期來看的話 美國限制真的會導致 我們的銷售減少 但是他說 哎呀你現在的規定 只限於很少數的啦 我們現在不會受到影響 不管怎麼樣呢 是怎麼樣 是中國大陸 你不賣它 人家自己也會造出來啊 對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有60幾台 對 對 那個EUV嘛 DUV嘛 已經60幾台了 現在就是用這60幾台 就造出了709000晶片 那您怎麼辦啊 對不對 這個晶片事實上 可以跟你打三年啊 光這個晶片跟你打三年啊 那三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光刻機也出來了 對 對 光刻機也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 現在ASML事實上 我都覺得 它會把美國的限定放在一邊 因為這個是關它生死存亡的啊 對啊 中國大陸在光刻機突破以後 你ASML就走入墳墓 就沒有 它一台機子都是3億美金啊 現在都要3億美金啊 這公司怎麼能夠失去中國大陸市場啊 你美國基本上 美國下一個階段的 對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 損失最大的 我們已經看出來不是中國廠商了 損失最大是美國廠商自己啊 對 所以你要擋中國大陸不要擋到最後呢 其實害到美國自己的企業 好 那到底誰會贏呢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在人台中 可以給付出一種製的